這次雷德部長來臺灣 跟經濟部召開了第一屆臺巴 ECA 聯合委員會 並向臺灣企業介紹巴拉圭的投資環境和商機 相信透過這次的互動 雙方都有非常多的收穫 臺灣企業會對巴拉圭市場產生更大的興趣 展開更多的投資行動 這幾年來 臺巴雙邊貿易有大幅的進展 巴拉圭紐肉輸入臺灣的配額 已經增加到每年超過1萬公噸 去年雙方簽署的臺巴經濟合作協定 已經在今年2月開始生效 我認為持續深化臺巴之間的經貿和產業合作 能為我們雙方帶來長遠利益 我尤其期待在雙方密切合作之下 巴拉圭可以成為臺灣全球市場發展的基地 創造互費互足的榮景 臺巴之間除了共享民主自由的價值 也長期推動各項合作的計畫 透過雙方元首的互訪 以及多次的服務會討論 我們兩國也有共識 要透過這些計畫 為彼此創造更有益的合作機會 我相信臺灣跟巴拉圭的 友誼必然會在 踏塑外交互恢復主的基礎上 不斷延續下去 我要祝福巴拉圭的訪團 這次行程圓滿順利 持續開創更多商機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YK